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个自皮儿红豆饼的做法 薄皮儿大馅,有酥有软,非常好吃 做法也简单,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先来准备200克红豆,清洗干净 倒入锅中,加水煮熟 我用的是压力锅,红豆直接煮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压力锅,红豆要提前泡好才能煮 接着来和面 200克中筋面粉里加入2克盐,增加筋性 混合均匀 再分次倒入120克50度左右的温水 搅拌成絮状后,揉成较光滑的面团 盖好松弛10分钟 再揉一次,把面团揉匀揉光滑 然后在表面抹上包油防粘 然后在表面抹上包油防粘 撞入到保鲜袋里,密封饧面半小时以上 油酥提前做好 30克面粉加入30克热油搅拌均匀备用 稍微干一点 然后将煮好的红豆控制水分 捞到大碗里 按个人的口味加入白糖,倒成泥 再直接倒入到不粘锅里 开中下火炒出多余的水分 炒至可以揉成小圆球的状态即可 盛出来,烫开晾凉 然后取出新好的面团,整理一下 上下擀开 再横过来擀成方形大面饼 厚度约为2毫米左右 淋上油酥 刮匀 刮匀 再从上至下卷起来 尽量卷紧实 卷成桶床后,平均分成12份 盖好防止风干 接着取一个面剂,两头捏合 向中间收拢 捏合好 再揉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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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住好以后盖好,松弛10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将馅料平均分成12份 揉圆备用 取一个形好的面剂,底部朝上按扁 擀成脚质皮状 包入馅料 用手的虎口处钻动缩口 揉圆 揪去多余的面 使饼皮薄厚均匀 再揉圆 然后再轻轻擀成有厚度的小圆饼 这样一个饼皮就做好了 全部都做好后,松弛5分钟 再入锅烙 垫面成底盘开中火,余热刷油 放入饼皮 盖上盖子烙 底部烙至金黄后,刷油翻面 另一面烙至金黄,再次翻面 反复翻面两次,使其受热均匀 最后烙至表皮酥脆,饼皮鼓起即可出锅 我们的纸皮红豆饼就做好了 表皮是一层小素皮 它蘸凉了之后会变软 所以刚出锅时吃,是最香的 薄薄的皮,满满的馅儿 边上的一圈是软皮 馅料不加油炒,是特别干爽,不油腻的 原汁原味的红豆香,非常好吃哦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做起来吧 我们明天见,拜拜